Baby keep the light on for me I'm coming home No I got you forever wherever I go I feel like I'm high Oh yeah I wouldn't change the way you got me jumping through hoops All the wishes in the world and I wish for you Hello 大家 今天這條Vlog其實都頗閒 事源阿Chad有些事情做回香港 他離任這幾天都不在 只剩我自己一個在家 所以我打算記錄一下 這幾天他不在的時候 我會做什麼 我現在就剛剛下班回家 大家都知道 自己一定有 當然不是很想煮 所以我叫了外賣 我今天是吃麥當勞 這個包好像是新加坡限定 因為我是超喜歡吃菠蘿的人 我看到裡面有菠蘿 所以我打算試一下 麥當勞竟然是一張紙巾一包茄汁都沒有給我 幸好我家裡場地 他們的辣醬 我以前很喜歡吃出辣雞腿包餐 這邊的蜜辣 對我來說實在太辣了 但是這個包剛剛好 因為它的醬汁是甜甜的 再加上菠蘿油菜 成為了我最喜愛的包 我超喜歡吃飯的時候配一些處境喜劇 我最近發掘到一套新的 其實它應該不新的 出了一段時間 但我這陣子才看 叫做Superstore 是一套送飯超級好的戲 短短的 輕輕鬆鬆的 終於回到家了 我剛才在12元店買了一些分層架 打算收拾一下家裡的廚櫃 因為我有一格櫃裡面 全部都是食物盒 我超喜歡做食物盒 但它現在已經多到有些放不下 所以我一會兒要處理一下它 湯底我會勁氣地用這些雞湯不落 原來我買了它已經有一段時間 所以我要盡快用它 完成了 這個是我的晚餐 粉絲 水餃 配之前煮的豉油雞翼 這兩天自己煮飯 自己吃飯 其實都很不習慣 你可以說很放鬆 自己一個喜歡吃什麼就是吃什麼 但平時兩個人吃飯的時候 其實是一個很懂得鼓勵人的人 每次我煮什麼新的菜式 他都會說很好吃 然後他就會吃光 現在自己一個吃飯 就沒有這種樂趣了 不要緊 他很快回來 好 吃完飯要跟大家開箱了 我前兩天在Karen's買了一支手霜 其實這支手霜是在香港買便宜的 大約幾十塊港幣 但為什麼我會選擇在新加坡官網買呢 就是因為它有很多相片送 為什麼我要這麼特地去買一支Karen's cream呢 前陣子我就貪可愛了 就自己在家製膠 我自己技術又不夠 純粹自己盲摸摸地做 我是很明顯的感覺到 我的指甲是越來越薄 我現在的指甲是超級醜樣 還有十隻裡面 它有三四隻都是斷的 你看到它旁邊的位置 其實它好像裂開了 我試一下它是否真的有強壯的指甲功用 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 再跟大家review一下這支東西 其實人大了之後 真的越來越在意自己的Condition 除了指甲之外 最近我都很用心 take care我的頭髮 我本身的頭髮 是屬於比較幼和薄的 而這種髮質的頭髮其實也是挺難打理的 因為很容易就會打卡 而且看上去頭髮都會很單薄的 再加上自從我幾年前 飄染過一次頭髮之後 一直都處於長期打卡 乾裂 分叉 還有狂脫頭髮的狀態 是誇張到每一次我去salon的時候 髮型師都會問我 嘩 你的頭髮搞什麼 就算有新的頭髮生出來 其實狀況也是差不多 這個情況我想維持了大約一至兩年 無論用什麼產品都沒有太大改善 其實以前我不是很care的 打結就打結 不漂亮就不漂亮 是這樣的 但是慢慢我發現一把好的頭髮 是會令到你整個人的狀態都會好些 一個人看起來都會精神些 所以近這幾個月 我就真的起心肝地打理一下自己的頭髮 第一步就是洗頭 平時我洗頭之前都會先疏順我頭髮 大家記得記得記得 千萬不要在你的頭髮打完結的時候洗頭 因為當你的頭髮打完結的時候才洗 就會增加脫頭髮的機會 如果你疏順了才洗 脫頭髮的機會就會大大改善 梳順了頭髮之後就可以去洗頭了 大家一洗頭的時候就要用溫水洗頭 盡量都不要用太冷或者太熱的水洗頭 如果水太冷的話 其實是會令到你頭皮上的污漬 沒有那麼容易清理乾淨 長久地用冷水洗頭 更加有機會加重你頭痛的症狀 而如果你用太熱的水洗頭 其實就會令到你的頭皮很容易乾燥 更加有機會洗完頭之後會繼續好痕 這個道理就跟用熱水洗澡一樣 用太熱的水洗澡那一刻覺得很舒服 但其實你的身體都會出現乾燥的情況 你的皮膚都會開始癢 好 說了那麼多 我也是時候去洗頭先 洗頭之後就是吹頭了 而這件事正正就是令到我最不喜歡洗頭的原因 因為每次都會吹很久才乾 有時夏天吹完之後還會整身汗特別特別特別 是來到新加坡之後 這個情況出現的次數是頻密很多的 最近我發現了一個吹頭沒有密 就是這份的高速風筒 有了它之後我比起以前更加願意去洗頭 因為它是超級快就可以吹乾頭 以前我吹頭起碼要用10至15分鐘的時間 現在只要5至10分鐘就可以了 用起來也很簡單 它只有兩個按鈕 上面是調校風速 下面是調校溫度的 共有兩個風速和四個溫度可以選擇 按一下就可以輕易切換到不同的溫度 有自然風 中溫高溫 另外這個就是長按3秒 就是冷熱循環 也是我個人最喜歡的mode 因為吹得超級舒服 如果你是習慣了用熱風吹頭的話 就算你用它最高溫的mode來吹頭 它是會detect到你已經用了高溫一段時間 之後就會自動降溫控制著溫度 會不會辣身頭皮 而這份的這個風筒 是用高速 instead of高溫去吹乾你的頭 即是只是把你頭髮表面的水分帶走 而不會傷害頭髮的本質 不傷頭髮就是最好的護髮 跟傳統的風筒相比 它的風速是多了3倍的 上次我給我試試的時候 一開它也有點驚訝 為什麼會這麼大風呢 風速帶有什麼好處呢 就是避免我們的頭髮因為太過高溫而流失過多水分 如果跟Dyson相比的話 其實它的風力也不舒適 一般傳統的風筒 風速是不會這麼大 即是它們其實是用高溫來看乾我們的頭髮 而高溫也是雙頭髮的主因之一 長期高溫吹頭對頭髮也會造成一定的傷害 會破壞頭髮裡面的蛋白質 令頭髮更容易斷裂或者變黃 而且這份有2億的副離子 可以中和頭髮的靜電撫平蒙燥 令頭髮更加純滑 還有一個吹頭小技巧可以分享給大家 就是吹頭的時候大家記得要由上而下順頭髮的生長方向來吹 可以令到我們頭髮的無鄰片閉合 減少無躁的情況 開始 開心嗎? 1分鐘25秒 吹頭我不會吹到全乾 主要是吹乾頭皮的位置 髮尾我會有它濕濕的 之後我會塗髮尾 大家可以好好保護我們的頭髮 看起來更加純滑 搞定! 另外這份還有一個很印象的地方 就是它跟Dyson相比 它是剩很多 讓大家聽一下分別 那些同時做到高風速加小聲 其實真的不簡單 其實有時候我晚上回到家洗完澡洗完頭 要吹頭的時候 我都很怕會吹聲 阿Trek 但到現在都沒有試過這個情況 我真的不知道究竟是它太小聲 還是阿Trek睡得太死 除了小聲之外 它還很輕身 大家去旅行的時候應該很清楚 酒店的風筒永遠都是很小 又是吹很久也不乾的 它這麼輕身 就可以很輕易地帶上去旅行 重點是它的價錢也很reasonable 作為第一部入手的高風速風筒 也是十分之適合的 就是這個 第一間我也要約了一些朋友喝茶 其實阿Trek今天就會回來 她應該是晚上六七點回來新加坡 然後我就打算去接她的機器 不斷說 千萬不要來啊 我自己回來就行了 但我也想早點見到她的 都開始有點想著她 已經差不多四五天沒見過她 Hello Hello 我現在已經回到家 剛才喝茶由12點坐到3點都聊不完 人越大越可以理解到 為什麼以前跟大人去喝茶 他們可以在這裡坐整個上午或者整個下午 因為我現在就是這樣 現在剪中東京的片 昨天就出了雙筋的最後一天 現在決定燒賣做下午茶 好 我現在準備出去了 我剛才檢查到她的機器有一點點延遲 應該7點半才會到新加坡 加上等行李的時間 我應該8點之前去到機場就OK了 我上了巴士了 這次也是我第一次坐巴士的機場 因為我早了春節再加上她的機器延遲 其實我有足夠時間 我家就算是會做下午茶 但巴士過去也是半個小時左右 但我提早坐一個小時就出不夠了 因為我給我當神 待會還要轉車 不是直車都 現在開始見到人們出來了 她應該都差不多了 她為什麼穿睡衣呢 有了 那天 你 我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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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